好来看一场国际军事论坛 中国的防长上周二把关之后 这个位置玄缺 年度的军事论坛 香山论坛是解放军的主场 那么第一位呢 仅次于习近平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又霞主持 他跟俄国防长呢是连得紧紧的 两个先后致辞都暗批 美国是世界乱源 俄防长盛赞中俄关系是国际典范 而美国当然也有军事高层参加 但是呢他70多位的致辞名单里面 他排都排不上 同时被发现坐在几角落的冷门位置 解放军做主场的大陆年度军事外交活动 第十届香山论坛 周一在北京开幕 由于原担任大陆国防部长的李尚福 上周刚被拔关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戴卫陈东道主致辞演说 个别国家 唯恐天下不乱 蓄意制造动荡 插手地区事务 干涉别国内政 策动颜色革命 手伸到伸向哪里 哪里就不得安宁 甚至为一己之私到处埋钉子 尽管嘴巴上表示 愿意与美国发展军事关系 却仍然以强烈语气 暗批美国 他同时重申台湾议题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不点名要求美方不能在重大敏感问题上挑衅添乱 无论谁想把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绝对 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 绝不收然 紧接上台的俄罗斯防长绍一谷也口径一致地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 扩大乌俄冲突甚至核武威胁 更雨带威胁的警告 西方升级冲突做法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整场开幕式 中俄两军高层不但进场时肩并肩 更在会场最前排相邻而坐 展现彼此黏梯梯的好感情 稍一谷还公开胜赞中俄关系堪称典范 对其他国家越来越具吸引力 至于受邀与会的美方代表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拉斯 不但坐在冷板凳区 更被排除在三天论坛总计76名各国国防高层的发言名单之外 论坛期间张又霞进一步与稍一谷展开双边会谈 强调发展中俄关系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战略抉择 稍一谷则称二方愿意与中方持续深化务实交流合作 巩固且提升两国两军关系 国家副主席韩正30号在北京会见美国飞虎队代表团 尽管在香山论坛上中方对来访的美国国防部官员刻意下面子 但对于80多年前曾经协助中华民国国军 抵抗日军的美军下辖飞虎队 北京当局却是大动作拉拢 试图从历史与民间角度重新搭建中美关系 包括邀请两名曾任飞虎队队员 至今已年近百岁甚至超过百岁的美国退伍飞行员 以及飞虎队员家属回到中国访问 亲自走访云南广西等地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也在使馆内的体育场主持 向飞虎队老兵致敬一事 积极延续这场以民间交流为主体的美中友好氛围 实际上为了能促成两周后在美国旧金山 APEC峰会场边两国元首的会谈 双方正积极磋商 中国大陆外长王毅上周四与周五亲访美国 不但获得总统拜登接见 还与国务卿布林肯等高官展开 长达七个小时的两轮会谈 但双方对于这场外界期待的拜习会 会否成真却始终不曾松口 分析认为北京当局迟迟不愿对拜习会 做出肯定答复 是想借机交换更多政治利益 美国政界人士则不愿做出任何让步 甚至公开表明要帮助日本来对抗 来自北京的经济战 美国诸日大使周一接受路透专访时 首度战士将采购日本水产品 作为美国驻军与舰艇官兵的伙食 成为中方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的另类反制动作 尽管美方首批采购的扇贝数量 约800到900公斤 与日本去年出口到中国 10万吨扇贝总量无法相比 但美方强调将逐步增加采购量 而这也可能为美中关系的发展带来变数 TVBS新闻综合报道